大家我們這個班的那個程度落在哪個地方為最多啦 看起來好像進階的同學比較多 八位同學是選進階的 等於是說已經有基本的 至少你要會 那個Excel的基本相關的應用最好 然後呢其次的話當然就入門 入門有六位同學 只會一點基本操作 所以呢看起來好像進階的同學會比較多一些 還有一個同學是高階 而且會寫一點程式 當然是最好 所以我大概會取一個中間值 所以如果假設呢 你選的是入門的同學 可能回去要花多一點時間做複習 比如說我上課講到範例 還有那些動作 你回去可能自己要花一點時間多練習 比如說上課可能上三個小時 那你可能要自己在抓至少三個小時複習吧 如果你是那個 入門的這個同學OK 應該會比較辛苦 但是我覺得學會對大家應該是 會是蠻好的一個時間投資啦 因為我以前同學常講說 這課程真的對工作非常有幫助耶 我學這東西CP值很高耶 這工作 很多事情馬上可以把它做完 這感覺蠻好的 那其次的話如果你是進階的話 當然啦我會再延伸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主要是會 講到一些比較所謂的高階函數 那所謂的高階函數就是說呢 你在基本函數的前提之下 應該都會延伸出去 可能你應該要知道 可是你卻不知道的一些函數的應用方法 那再來還有就是說那個VBA啦 所以有些地方喔 如果我希望能夠讓他效率更高的話 尤其是複雜的資料處理 因為太複雜的話 如果用公司的話 你寫出來一定 也是洋洋傻傻的 那當然這個時候如果你寫成 一個簡單的程式 所以效率更好 或者是說啦 在以色列裡面有一個 蠻好的功能 就是說你不會寫程式喔 其實你是可以用那個錄制聚集的方式 他是可以幫你自動寫出程式來 這個我是覺得還蠻有的 因為寫程式對很多人來說 這感覺好像有點遙遠 但是呢 當你還不會寫程式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用錄制的 但是錄制不能隨便亂錄啦 你能說還是要有一定的流程 那錄制完之後呢 可能還要做一些後續的動作 這個後面我們都還會 再跟大家做說明 那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大家的程度 基本上可以看出來 大概有一半 現在又有同學又甜了 一半的同學啦 所以大概一半一半 OK 然後 其次的話呢 問第一個問題啦 為什麼要特別問這個問題 因為以色列裡面最重要的功能 你說最重要的是什麼 當然就函數嘛 如果你函數不會用的話 那基本上 你不要說你會用以色列啦 為什麼 因為以色列裡面的話 不用函數 難不成就只是 做什麼 當握著來用嘛 會不會有人用 把它填資料 計算怎麼計算 可能有的同學只會用SUM而已 或者是什麼平均啊 什麼 基本的 但是問題是 它不是只有這些啦 那當然一個函數的話呢 就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會 的函數數量越多的話 那當然呢 你能夠解決問題當然越多 也就是說啦 當然 這個地方看得出來 答對的 我看有幾個 答對的應該是 綠色的那一個 所以大概有兩個同學答對了 那也就是說啦 以色列裡面 根據官方的說法 大概差不多是250幾個 那這個數量其實不是 那麼的固定 為什麼 因為新的版本 它會產生新的函數 舊的版本 就是比較爽 新的比如說像 什麼常會 同學問到說那個V的函數 為什麼只能查第一個欄位 對 舊的 只有V版 但是新版的話又多 叫 Xlookup 它就可以不一定要 只能查第一個欄位 不過啦 就變成說你要 升級成新的版本 你才會有新的函數 所以啦 你說老實 我們公司還沒用到最新版的 沒辦法 沒有就沒有 只有新版才有 OK 那不然你就叫你們公司 換新版嗎 可能嗎 沒那麼簡單吧 要升級成一個新的版本 要花很多錢 我發現有些公司 客情客減的 好像舊的版本沒用繼續用吧 所以有的時候還在用很舊的版本 我也遇過啦 尤其很大企業不見得都會用新的電腦 新的軟體硬體好像都沒有更新 好像都留在那個地方 主要原因是因為以前的office 都是所謂的一次性授權 什麼意思 就是我買了這個版本 以後就不用再付錢了 像什麼 你覺得微軟比較聰明嗎 他現在的授權換了 他現在換成什麼 他換成就是 一年授權一次 也就是你一年繳一次 可能繳的錢比較少 以前可能一次要繳一萬多塊 但是現在不用 現在繳一千多塊就好了 聽起來好像一千多塊好像蠻划算的 但是你十年之後可能就是 一樣的錢 不過你想說 不過 那個 現在的名稱 就不是叫什麼office 多少的 他叫做microsoft365 有沒有 所以你們應該有聽過 microsoft365 那這個microsoft365的話 意思是 365的話 365天之後 你要記得再繳一次錢的意思 所以他這個名稱 取得還蠻好記得 microsoft365 那這個所謂的訂閱制 就是說我訂了 然後 一年之後 我再繳一個錢 現在蠻多像這樣的服務 我發現那個 很多軟體像什麼 Adobe Photoshop 也是一樣訂閱制 好像還有那個 看影片 Netflix 或Disney DisneyPlus 那個其實也都是 一年 然後你付一次錢 然後等於是說你 就可以用一段時間 諸如此類的 那當然呢 如果你試用那個什麼 3.5它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不斷升級 所以如果新的版本 有沒有 它會自己幫你更新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版本會有差別 那我會盡量避開那個可能 版本的差別 因為你不能全部都用最新 但是如果你自己用的電腦 沒有這個功能的話 那當然會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盡量 還是以那個 大部分同學 這個環境為主 不是說我用 最新的講了 可是你回去不能用的話 那當然也是個問題 所以最多人 好像讓槍打阿鳥吧 OK 我發現只有兩個同學答對 雖然 至少啦 所以人家問說你 Excel裡面 哪個部分最重要 我是覺得 我個人覺得 Excel的函數 是最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Excel的函數 你沒學好的話 你不要說你會Excel OK 所以 那很多人都說自己很會呀 那為什麼問他一個問題 沒辦法 做不出來 比如說哪個函數 沒用過 不知道 那你怎麼 可以講說你會用Excel 實際上你根本 只是充其量 就是你會打開Excel吧 不然的話 OK 所以盡可能 我是 覺得說你們有個目標 第一個就是先把Excel函數學好 那Excel的話 當然 就是你要針對某個問題 所以後面我們的範例裡面 都是會有很多的問題問各位 然後你要去想 用哪一些函數呢 可以解決是最 最好的 當然跟各位講 一個問題 不是說只有一個標準答案 也就是不是只能用 一個 或多個函數 就是只能用固定的那些函數 同樣一個問題 換個角度 你可以用不同的公式 可以解決一樣的問題 OK也就是說 你們還是要思考一下 最後當然盡量 挑一個簡單一點的 不要太複雜的 不要繞一圈結果結果一樣 當然你就 就失去那個意義了 OK 所以呢 第一個最重要 Excel的函數 我個人是覺得這一定要把它先學好的 那其次的話呢 如果以色列裡面還有 你說哪些是一定要學的 我覺得其次你 第二個可能要樞紐分析表 我覺得一定要把它學好 再來就是圖表 樞紐分析圖 可能就是 現在還蠻流行 像把資料視覺化 就是 你看一堆數字 導播你畫個圖給他看 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誰都看得懂 OK 連小學生都看得懂的話 才叫做簡單 不然的話你給了一大堆的數字 一大堆的 報表 最後你 沒辦法讓人家 一下子 馬上 看出那個 到底數字背後 什麼意思的話 那其實 反而我覺得 還是 太複雜了 所以什麼方式可以畫個簡單圖表 一目了然 是最好的 OK 其實老闆也是希望這樣 老闆當然不希望說你弄一大堆 這個複雜的東西 最好是能夠馬上把一個東西簡單的 這個呈現出來 是最好的 但是 要達到這樣的目標 可能要有一些階段 所以我們按部就搬來 我們不要一直要跳太遠 不過我盡量挑的就是 以色列裡面 比較重要的 你應該要 最優先學會的 那目前我看一下 像上可以哪部分為主 那我大概列了幾項 這個是我自己 這幾年來 因為我教這個 教VBA課程 應該也差不多十幾年了吧 VBA這個光這個課程 我就教了 十來年了 OK 然後呢 教的期數也 太多了 而且我教的學生也 應該非常多了 所以 我大概挑出比較重要的 大家同學最 想學的 那這 跟我們目前這個課程名稱是相關的 所以大概第一個 第一個跟第二個 這個都是相關的 那其他的話可能還有錄製 聚齊錄製 表單設計 或者甚至同學比較有興趣的 像是那個 爬蟲 網路爬蟲部分 爬蟲大概是爬 網路上面的資料 比如網頁上的資料 你就不用每次都Ctrl C Ctrl V了 當然效率是絕對差十萬八千里 OK 所以 那底下 當然現在還有蠻多AI的部分 像Charge VT 其實我還蠻推薦各位 如果你假設 不會用 沒有用過 或比較少用 我建議你可以常用看看 因為 真的Charge VT 很多問題 你不會 真的 你可以問他 我自己試過 真的給我的答案 其實我還蠻滿意的 OK 包含就是說 有些公式 你不會打 有沒有 你可以問他 我試過 真的他幫我 給我的答案 我覺得 大部分都還蠻滿意的 另外你不會寫的VBA程式 你問他 他真的給你了 而且寫出來我發現 還蠻厲害的 OK 超過我的預期 OK 甚至我覺得 比大部分 可能工程式寫出來的 都還蠻有水準的 不是說隨隨便給 難怪現在AI這麼火紅 不是沒有道理的 OK 那至於 不過有一個重點 我是覺得 可能你還是要慢慢學會 怎麼樣問他問題 我發現如果你那個問題問得不對 他可能給的東西 當然也不對 所以你還要學習 如何 懂得問他 怎麼樣的問題 所以後面 假設有機會的話 我可能就是 也 稍微示範一下 讓大家知道 至少 第一個 不過你第一個 你要先知道什麼 叫GPT 應該知道吧 你就在上面打GPT 就好了 搜尋Google GPT 這個就是了 有沒有 關鍵就是這個 然後呢 點進去之後呢 你可能就是要 Login 登錄嘛 好像 我看一下 底下有一些 相關的說明 這個 GPT 點擊 點擊進去之後的話 這邊有個Login Login 登錄啦 當然他會問你說你要怎麼登錄啦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Google啦 因為你 不過你可能要先登錄你的Google帳號 然後你再用那個 Continue with Google Login 登錄 我用我的帳號 這樣就OK了 我是覺得這樣最快 你也不用做什麼設定 接下來的話呢 你就OK Let's go 然後就可以把問題 丟在這邊 然後滲出去呢 他就會 給你答案了 像我之前有問過說 比如說要 做一些什麼事 比如說 甚至要轉 寫一些程式 這邊其實都有 比如說 我想要寫一個 BMI的程式 然後呢 我問他公司要怎麼寫 有沒有 然後 這邊 他會給我公司 而且我試了一下 發現公司都OK 有沒有 請幫我寫一個什麼 VBA的程式 計算BMI 結果他真的寫出來 而且可以run 而且還沒有 錯誤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蠻厲害的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甚至可以在底下 就是 把問題丟給他 他會給你答案 OK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還有哪一些 我看一下 為什麼來上這門課 最多人選了 168.8 是因為 工作上需要這個技能 真的 我是覺得工作上會這個 跟不會差10萬8千里 效率不要說差10倍 我覺得百倍千倍都可能 因為有的時候啦 甚至會寫個程式 一下子全部都OK了 真的瞬間完成 但你不會的話 你就慢慢突發煉鋼 有沒有 很多人還在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 人家早就已經做好了 而且資料少 你還可以慢慢來 可能資料多的是 因為現在所謂的 大數據時代嘛 Big data 資料這麼龐大 你怎麼可能還用人工的方法來做 OK 所以 這個應該大部分同學都會有需求 然後大數因為 對 其他人因為身邊都會 你不會不行的話 你還有兩個 OK 那為什麼知道這門課 最多的好像是這個 網路看到連結 有廣告連結 就進來了 然後從我的部落格 還有 同事推薦的 OK 還蠻多的 四位同學 好 那 我這課程的話 有個特色 就是我上課會把影片錄下來 所以如果假設你選的是入門同學 那你回去可能要多花一點時間 把影片的動作稍微看一下 我會把每個地方 尤其是比較難的部分 我把它錄 而且盡量講清楚 你們回去自己再看過 如果你假設 一次聽不懂 沒關係 你回去可能再多聽幾遍吧 因為我發現有同學跟我講說 老師我聽第一遍聽不懂 我第二遍還是聽不懂 我可能幫他聽了幾遍吧 以為說聽了四遍五遍 終於懂了 OK 這樣OK 沒關係 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學習 這樣的話確保你是真的學會的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以像剛剛我那個 Chart GPT 有沒有 這個如果假設你 你剛剛說 老師你太快了 我要你自己再看一下 其實我經常用很簡單的方式跟你講 你就是在上面點一下 打個GPT 有沒有 GPT不就有關鍵字 再拔氣一下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 你就用Google登錄進來 那接下來就可以問他問題了 那什麼問題可以問 比如說 將來會用到的那個函數 函數你不會用 沒關係你可以把那個 那個什麼問題描述給他 比如說我希望把A欄加B欄加C欄的結果 變成D欄輸出 那你可能描述一下 要怎麼輸出 他其實 我是覺得 他真的 沒有很笨 所以你不用描述太清楚 有時候我大概簡單打一下 然後就送出問題 沒想到他居然都懂 OK居然真的幫我把公式寫出來 然後我覺得 實在太厲害了 OK 而且有些關鍵字 我甚至沒有沒有講得很清楚 他也都懂 像我好像剛剛有秀一個 請幫我 寫個VBA的程式 有沒有 然後後面就計算BMI 那當然你想說BMI是什麼 可能有些同學 應該都知道吧 BMI應該是計算那個 我們身高體 就是 計算你是不是過胖 OK或過輕 那當然 我本來想說 我要解釋一下BMI是什麼 後來我發現不用 他沒有那麼笨 我發現他比我更聰明 我覺得他其實 你只要 他底下就回 這個是我問的問題 這個是他的回答 我還回答 當然 以下是一個簡單的 VBA程式 而且你會發現 他的標點符號都頓得還蠻好的 OK 而且甚至我發現他的 這個文字能力可能還比大部分人來更好 有沒有 他其實講的還蠻流暢的 而且標準符號都有用 還有冒號 有沒有 他刮鬍這些 而且還幫你刮鬍起來 有沒有 BMI是什麼 他還告訴你是什麼 哇 這太厲害了 有沒有 OK 我可能 不會去記後面刮鬍那些東西 然後他就幫你寫出來了 就這些程式 那至於這個程式怎麼run 他還跟你講說 如果你要run的話 那你就把什麼 把上述的程式 複製 不過他這個用語 好像是大陸用語 複製並黏貼 就貼上到 Excel的編輯器當中 那他就可以運行了 有沒有 所以你其實 可以貼了 當然 至於你要貼哪裡 這個後面我們在講 怎麼 你可以把它放在一個地方 他就可以work了 那今天的話 大概原則上 我們就 第一個 就是先統計一下大家的問題 就是 這個這個程度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雲端位置 這個雲端位置的話呢 將來 所有的資料都會在 雲端上面 如果之後不一定長這樣 但是可能是這樣的形狀 就是 他是一個格狀 我的習慣是把那個 版面變成一個清單 我是比較習慣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習慣 看這樣的版面 你可以點這個應該是你的 右上角會有一個清單 版面 配置吧 可以變這樣子 那基本上 那基本上待會請各位幫我做第一件事情 因為呢 我們上課都會用到所謂的範例檔 那請各位待會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這個範例檔 幫我下載解壓縮到你的電腦 最好如果你有帶隨身碟的話 你就放隨身碟 會是最好 因為下一次你就不用每次都下載 那打開之後的話 它是一個壓縮檔 所以你就直接呢 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方法很簡單 你要點兩下 或按右鍵 右鍵不是有個下載 或者是你點兩下 點兩下這邊有個箭頭 也可以有下載 有沒有 OK 你就把它下載好了 那下載之後的話 因為是一個壓縮檔 不是在點進去 記得喔 是點這邊下載 那你下載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上面這邊有個箭頭 它會跟你講說已經下載完成 那你就可以直接怎麼樣 再去點這邊有一個 在資料夾中顯示 我的習慣是這個 有沒有下載完之後 然後再去開啟這個 資料夾 有沒有這個下載 到這邊 然後再去點這個資料夾 打開之後呢 它就會幫我 把那個 範例檔 的位置打開在這裡 那接下來的話 你就按滑鼠右鍵 把它解壓縮 我的習慣是按右鍵解壓縮 我們這邊有個解壓縮全部 你就 按右鍵之後的話 解壓縮全部 就可以把它解到哪裡了 它好像 預設是download啦 所以如果你不好找 乾脆你瀏覽一下 把它放桌面也可以啦 把它放桌面 然後選擇之後的話 再解壓縮 你這邊可以瀏覽 解壓縮之後的話呢 那你可以看到呢 在 我們的桌面上 應該就會有個 範例檔的一個資料夾 這個就是我們要上課 所以喔 以後記得 反正上課一定要有這些東西喔 把這個這個東西 當然你這個範例檔 將來你可以放在隨身碟啦 你就直接打開 然後以後我也跟你講說喔 我們今天上的是第幾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是文字以資料函數 所以呢 請你打開 第一個單元裡面的 第一個範例 比如這個範例打開來 OK 然後呢 上面一樣 啟用編輯 打開喔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可能問你一個問題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邊有三個欄位 我希望把這三個欄位合併之後變成手機號碼 那這個規則講說 現在開頭不是09 對 09自己加 所以這個是0911 然後呢 這邊要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示範 例如喔 然後你要一個減號 減 那84的話呢 也只有兩碼 那你要自己把它補一個0 所以變084 然後呢 再一個減號 7 7少兩個0 所以要補兩個0 007 那當然呢 你說 當然不是叫你用土法煉鋼 你說老師 我不知道什麼函數 我不知道怎麼做 那怎麼辦 如果你是不知道的情況下 你就變成0911 然後一個減號 084 再一個減號 007 好啦 你打一個對不對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 你起 你不是一整天要打這個就好了嗎 所以 不是叫你用土法煉鋼的方式 而是請你想想看 在Excel裡面呢 有哪些函數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OK 如果你不會的話 說真的 你事情怎麼做得完 你永遠做不完吧 OK 而且啦 目前我這邊 抓的資料只有100個啦 但是實際上喔 這個資料應該是有 上萬個啦 隨便一個 一個會員資料 這個是電信公司的資料 隨隨便便都是5萬筆以上 起跳的 5萬筆人 你怎麼可能說 每天在這邊Key這個吧 你Key到下班 我跟你講 你還是Key不完啦 所以你需要的是什麼 把 這個背後的公式 想出來 有沒有 所以背後公式怎麼做 啊這邊有個提示啦 底下有個提示 利用字串連接 所以需要M的符號 跟REPT還有LEN函數 請你假設啦 如果問題是請你用這些東西 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那你要把這個三個東西 熟練一下 你說老師我從來沒用過怎麼辦 沒關係 如果從來沒用過 請你再切到這個綜合練習的工作檔 前面有個REPT 你可以在這邊練習一下啦 那假設以這一題來REPT 比如說呢這邊有個練習的星號 要重複幾顆星 那這個底下是說如果有100筆銷售 就給一顆星 當然呢你超過不滿100筆 比如說150幾那就一顆星嘛 因為他後面沒有小就是一定要200就兩顆星 400就四顆星 那這個是完全沒有嘛 這四顆星 那底下怎麼做 那你不要跟我講說你用C 然後一顆星 兩顆星 四顆星 對啊因為這邊只有 五個人還OK 如果現在變50 50年可能還是會 500個我看你就會想說 天啊這怎麼做 五千個或者五萬個 那你那應該不會在 可是喔如果你假設會有REPT的話 那這件事就簡單了 REPT怎麼做 有沒有要放 C3嘛 然後超函數 找到 因為它是文字類 所以將來你其實可以從分類 因為它全部250幾個太多了 所以我的習慣是把它分類啦 其中有一類是文字類 就是跟那個 處理文字有關的喔 那其中的話 要R開頭 因為A到R 所以你往下 R在這裡 REPT就有了 有沒有 那將來我是建議啦 你可能要慢慢習慣 把這個每個特別裡面的 函數到底能做什麼用途 底下這邊有個說明 可能稍微看一下 有沒有 依照指定的 字串 字串就文字 重複幾次顯示 有沒有這邊都有講 所以意思說我要顯示這個 根據什麼 根據它的數量 那要除100 有沒有 除100之後就是要重複的數量 所以用它第一個按確定 它會問兩個問題 所以你要看懂問題喔 這個應該是重複的文字 重複文字在這裡 星號 那重複 Number times嘛 顧名思想就幾次啦 幾次呢 但你不是用自己打的 一次 不是啦 你可以根據什麼 銷售量 但是 你點了它 它會出現158顆星 可是不對啊 我要是 100 所以除100 就可以了 然後發現1顆星 好 那再來的話 按確定之後的話 其實這個問題 應該就差不多快解決了 但是如果你向下填滿 應該會發生錯誤 為什麼 因為你的星號有沒有 在C1對不對 可是因為向下填滿有個規則 它會把你的列號自動加1 所以底下會變成C2 欸 C2不對啊 因為C2變成等級 難怪它一直等級等級 喔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記得在1的前面 加一個什麼符號呢 加一個錢的符號 表示說呢 當我向下填滿的時候 不要幫我加1的意思 OK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好那把它打勾 這個就最後的公式了 所以你把它向下填滿 答案就出來了 有沒有 應該都對吧 OK 所以喔 如果假設你會函數跟不會函數 我覺得光這個地方的效率 應該就差了10萬8千里了 當然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再練習一下 還有LEN 還有RICE跟LAT 還有TWIN 最後我們再來看 這個綜合練習 該怎麼做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反正慢慢習慣了 因為今天第一次上課 你們就 先打開 你游覽器 然後並且記得 先去下載 那個 範例檔 那網址可能 這個網址也很重要啦 所以盡可能的 可以把這個網址 記起來 或者你講義那邊 可以用那個螢光筆 或者是紅筆 把它 畫起來 然後回到家的話 這個網址 都連得到喔 所以 如果你要回去再練習的話 你可以 再 把這個網址記起來 試一下